哎什么东西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手工大赛吧 你们手工组的参赛成员 能不能就是说忍一忍啊 而且这不是之前的吗 你们看图 这就是我150斤的时候 艺术就是自由的 少来我来这套 艺术是自由的 创作是自由的 你刚好作文跑题了 你看你自不自由呢 你们手工组的啊 那些搞玩具的 搞那些橡皮泥的 这些给我停一停 把你的这些破完页 先都给我撇咯 可以挂小黄车吗 不行 下一位 你那麽你在换你的那个 这什么东西啊 开庭的时候 带上你这只破青蛙 下一位 没什么好说的 祝你一路长红 你还真别说 其实还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是站着的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站着 你懂站着的含金量吗 你真的心地很好 你会有好报的 你知道不 你这辈子你会发大财的 你懂不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咱还是不要在这样的一个红色的环境中作画了 可以不 你们不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我看了我也无所谓 我也不会破防 搞笑 他妈你画的是你的妈妈吧 你怎么吓得出事 你 为什么画猪耳朵 这还不是重点吗 保安 我再给你们讲一句 我瘦了 你画这种东西 你伤害不到我的 我根本就不会破防 啪 下一位 对不起 祝导 我不太会画头发 他把我的头发画成像方便面一样 这都算了 你把我的发根也涂黑是几个意思 是在催我去补颜色吗 那么多细节你都注意不到 你画我发根干什么 这重要吗 家人 你画的这个手是什么意思啊 画的像脸偶一样 抽象 我真的说抽象 下一位 你要不是左下条写了一个飞耳 我是真看不出你画的是我 你看他写的繁体字的飞 还写错了 明明画的很差 但是看上去还挺有艺术感的 也是说 还有啊 我再给你们讲一遍 地雷 它是往前涨的 其实是往前下方涨的 所以如果你要画这个东西呢 它是这样 是一个W 你们每一次很多人画我 然后画了一个M在我的身上 我说实话 我真撬不起来 我没有这个能力 以后画我 画W 懂不懂 不是M 下一位 你再批你妈 所有AI的啊 全部都给我爬出考场 你看这东西 希望看到一些就是正儿八经 我别的都不说什么的嘛 你这真是卫生纸啊 哥们 答应我 别用我 行不 你都已经把我画成这样了 上厕所不能带上我吧 我觉得做人 是要有底线的 他给我狠狠地加了这个八 你看他第一笔的八到这 就不够劲儿 就是不满足 就是说 还有这个双目不对称子 这个眼珠 您这画的应该是您的母亲吧 黑龙江 我跟你说 我记住你了 等我去黑龙江旅游的时候 你给我多好咯 我一定好好练画飞 但是这一次就是这样的水平了 菲尔的照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为什么这样子的人会进考场啊 谁给你的勇气啊 你怎么有脸叫得出你的作品呢呀 你的脸不烫吗 我就问你 你看看我 你再看看你呢 你再看看我呢 你再看看你呢 下一位 可能是他听说我喜欢我自己的后嘴唇吧 所以他就给我画了一个巨厚的嘴唇 他还给我画了肚脐吗 这个是 大家看得出来啊 就肚子有点鼓了 哥们 这肚子是不是鼓了点 这像怀了似的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我相信人性的善 下一位 三天前 贵州老乡 我老乡画的 我相信我老乡 个屁呀 这个鼻子 我让你们不会画 简单点 你直接就不画了 是吧 跟伏地膜一样 八却不会忘记 画什么东西呀 不敢说小学的时候画画都比你们强 没有天分好难受 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的题目 你有没有看见 你画的这是什么 这是谁 哪位呀 有点山顶洞人的味儿 但是这个不是我啊 就是很多人发这张照片 在我的那个评论区里面说是我 很搞笑啊 今天就是咱就是在这里 正式屁一下谣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不是我 哎呦 哎呦喂 这不错啊 这有点东西 哥们 加油 这有点可爱啊 我说实话 咔嚓 他画的是我在那个直播 正在自拍的时候 哎 我很喜欢这幅画 因为他给我画的好瘦呀 像个蚂蚁人 猫 记得三脸哦 叫三脸哦